关键是心情分享 欢迎回到小不高兴的视频中间 那么今天带大家迎天的一款 Make Toys出品的HiMan 急救员大果手 急救员或者叫大果手 应该是守护神成员里面 个人印象最深的一位了 首先来讲G1的守护神玩具 我就只有大街和大果手 小的时候经常把大果手和救护车 这两个角色弄坏 那么在包装方面 MT守护神的四小强 无论是大小还是整体的彩绘风格 都是保持了高度的统一 配件方面就只有一把大枪 人形状态下的大果手 整个身形显得比较高挑 但是比较瘦的一个感觉 摇晃起来一体性表现 还是相当不错的 专注于头雕 这个头雕神韵是给做出来了 大大的口罩蓝色的眼睛 包括翻转到侧面 立体度的表达也不错 但有一点 这个白色的口罩 如果能采用银漆的话 个人以为效果可能会更好 那么在胸口 有一个白色的十字 也是凸显它的身份地位了 肩部里面还藏两个车轮 而且肩膀上这个红色 仿佛是一个肩章的处理 非常喜欢 腰身包括胸腹部 层次感 不同颜色分色的点缀 看起来还是非常丰富饱满的一个效果了 但是小腿内部呢 就是有比较明显的空洞 而且这个脚板显得是比较简陋啊 美形度上也是比较一般了 从侧面来看呢 背包是很明显 但是这个小腿 从侧面来看 整合的一体性 反而是比正面来得更好一些 翻转到背后 大腿就大家俗称的偷胶了 显得是特别的空洞啊 而且背包更加明显 手臂这一块也是没有正面看起来那么美观了 可动性的表达 头雕左右上下都有不错的旋转空间 特别这个抬头啊 能做一个飞翔的造型 但是并没有左右斜着看你的这样一个选项 手臂前后左右平局有一定的范围 而且外表内收曲肘的范围特别巨大了 这都是一些现代边形钢标准的可动配置了 那么手腕可以旋转是一个自由张开的手型握持武器呢 它只有这样一个大枪 这个枪应该是在组合形态里会形成组合大枪的一部分啊 那么握持起来呢 也是非常紧实的一个感受 腰身这一块的设计挺特别的 首先有一个向前摆动的幅度 大轴关节 那么它左右旋转的这个空间呢 比想象的要低一些 是在裙甲向下这个位置有一个腰身 自然的平转还是比较流畅的 那么腿部呢向前向后 包括侧踹都不错的空间和支持力度 外摆内收曲蜥的时候90度 但是前部呢就显得膝盖特别的空洞啊 可能你通过调整这个白色的护膝啊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个问题 但还是显得略微有些空 那么脚板呢是在一个球形关节上 外摆内收前后的活动 调整起来幅度空间 也是足以支持这样一个整体重量并不大的小玩具 人性状态下 咱们请出官方合体战争系列的急救员 来个直接的比照 可以看到身高方面呢 似乎MT的玩具要略高了那么一丝丝 而且整体的底色这个白色呢 官方玩具是特别的亮白 而MT的白色调的要更加柔和和深沉一些 另外从细节的把握到涂装的选择这些方面来看 官方的产品会更接近于G1动画的形象 而MT的急救员浑身上下的美形度表达都透着一种浓浓的漫画风 变形方面 这款MT的急救员整体的结构算不上复杂 但也由于体型较小 零件对于我这种手指比较粗大的人来讲 把握起来还是需要比较高的专注度的 比如腿部这块的收纳 但是脚掌向内收比较容易了 但是里面这个黑色的轴 向上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和侧面的锁扣 一定要先错开位置 再做一个双动关节的收纳 两边一样镜像的收纳之后呢 就可以把这个白色的面板对齐咬合在一起了 这个萌具的精准程度还是能够让人满意的 优身是要趁这个机会旋转180度 上盘头雕向上之后手臂这块旋转一下 使这个车轮看不见了 翻转到背后之后把车的顶棚 包括前引擎盖都翻转到一个正确的位置 那么前部也是和两边有一个紧实的咬合 上部倒先不急着把它给锁定 把手臂这块的面板翻转过来 这个手臂就顺势到了车的底盘内部 这块方向性就比较重要了 首先手腕旋转冲下旋转过来 也是180度之后向内收 那么之后呢 根部再旋转90度 这边一样旋转90度 再利用它的一个肘部双动关节 把它进行一个压缩状态的处理 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 和裙甲下面包括这个红色腿部上和手臂上相应的位点都有锁扣 其实这个锁扣呢并不是特别的紧 基本上只是起到一个定位的作用 那么找准位置就可以把两个手臂进行一个固定了 那么其实这个固定呢就像刚才说的锁定的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紧 你是要把它固定紧呢 还需要额外两边这个白色的面板带后车轮这块 向中间压扣死在一起 这个手臂就完全锁定住了 那么旋转过来 最后一步呢 就是把上顶旁这块 可以看到内部是有凹陷 包括后部的凸形 那么是和车主体上面相应的位点 进行一个咬合 这块呢 我建议先把上部搓进去 之后两边呢 再找准位置进行一个下压的动作 听到咔的一声 就是锁扣到位 那么这个时候 咱们的急救援也就完成了 从人形到载具形态的变化 载具形态的急救援是一个特别小巧可爱的救护车 摇摇晃晃 一体性表现是相当不错 那么大小尺寸方面 比官方MP要小了一号半 和官方合体战争系列的大锅手放在一块 也是要明显小一号的车型 想到这两个家伙刚才在人形状态 对比MT的玩具还要略高一些 这个变形过程中所带来的尺寸变化 还是非常惊人的 接下来专注于这个小巧车型的一些细节涂装了 首先正面 这个景视灯非常有特点 而且透过这个透明的车窗 可以看到倒转的大锅手的头雕 很可爱 其实这个车呢 是有现实中车辆圆形的还原度 特别从正面来看还是非常不错的 侧面来看 蓝色的车窗 这个红色的线条也是拉的比直 车轮和主体的比例可以显示出来 这样一个车体所还原的现实中车型应该还是比较可观的一个尺寸 滚动起来是非常流畅的 那么继续向后翻转 车尾灯有刻画中间比较空洞的位置 应该就是悬挂车牌的吧 那么继续翻转到车体的顶棚 上部还是有一些额外线条的刻画 这个质感 做的还是比较不错的 翻转到底盘 前部略微空洞 但是整体上来看 这样一个小尺寸玩具对机器人的隐藏 算得上到位了 最后是载具形态下武器的收纳 基本上就是网上一插就OK了 那么在这儿呢 也是要特别讲一下 由于守护神成员 它的组合配件是由最后一款热点所搭载的 那么和之前介绍的MT守护神成员一样 本期视频里呢 并不会涉及任何组合形态的展示 组合金刚所带来的视觉冲击和把玩代入感 是无与伦比的 但是细细把玩其中每个单体 感受其照顾三种形态的独特设计元素 在享受并不复杂的变形过程的同时 回想这个人物在动画或是漫画中的表现 也许这样与玩具的深度接触 才能激发最奇妙的灵感 唤起最单纯的快乐 MT的守护神 让我们一起继续慢慢的享受 MT守护神